大家好,歡迎收看視頻 2022年8月26日我出了一期視頻 主題叫做我組建了NBA最強陣容 但每次輸球就加上當加球星最後的陣容有多慘 這期的Idea我一直都記住 因為好可愛 所以今天已經隔了差不多一年半 我決定再做這個主題 說實話這麼快一年半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這次我是將總評前15名的強 放到王加馬得利 對,又是王加馬得利 那就介紹陣容 Joyne Mb,Bizai,Soyz,Mogo,Luca,KD,Nabon,James,Guyley,Asha,Jason,Chanom,Andre,Divis,Debo,Hali,Burton,JB,B,B,T,Monda,以及Mentano 跟上一次一樣 我會關閉所有交易的規則 當然交易比較多,劇情更加豐富 不過現在2K24好像不能關閉交易節日 如果有交易節日,交易少了 這對球下滑的速度是減慢了 輪換方面跟上次一樣都是打10人輪換 看上去好像這球員位置不均衡 但是很多球員都可以客串很多個位置 上次那條片是三連冠 去到第四個賽季的陣容是面目全非 這次有了交易節日 這對王馬可不可以四連冠 事不宜遲,馬上無意 我沒有眼花吧 37年勝之後輸給波特蘭、唐方、Malcolm Broughton 26、Shill & Trump 21、Jabari Walker 是不是Jabari Walker 沒錯,沒有讀錯他的名字 20分 艾頓17分 Scoop Anderson 16分 輸給這隊球,有沒有搞錯 好,我們要執行第一單的交易 當家球星 首先不要說當家球星 反正就是總評最高的人 做L&B要來隊 有15個報價 非常簡單 我們進入這個隨機號碼生成器的頁面 1至15抽出一個號碼 來吧,第15個報價 第15個報價會不會是無私 是OKC用Chill & Home Grant 單換做L&B 不過你不要說又不算超級吃虧 我相信接下來會有更加吃虧的交易 為什麼Chill & Home Grant 算年輕 這個是第一單交易 那又沒有猜到 兩個星期都不到 又輸多場比賽 1分失敗給木狼 當然木狼這邊是沒有損失到任何球員 Anthony,Evera,Cat L&B全部在這裡 Anthony,Evera 斬大了32分 所以接下來離隊的球員 變成肥仔水了 沒有報價 我之前包括一年半之前 我都做了示範 我會改他的位置 然後再交易 小前鋒我懷疑都沒有這個報價 因為總評重是比較高 降成Shringer跌到93總評 這次肥仔水就應該是有報價 看看怎樣 批判一下 20個報價 OK 沒問題的 所以1-20 來了 肥仔水會去哪一隊球 第三個報價 各位觀眾 第三個報價 快艇這邊 用詹斯下燈加上一個首輪籤 還要是交換最差的 就換來了肥仔水了 換去快艇之後 我會改回肥仔水中鋒的位置 NVP換NVP 不是那麼頑皮 雖然沒有做L&VP 沒有肥仔水 但是這些球員總評還是很高 兩年敗都出來了 還未到家業截止日 差不多到家業截止日 1分 會敗給火箭 你不要跟我說 嚇到我以為是 謝夫格連 是Jeylon Green Jeylon Block 23分 Eamon Thompson 23分 接著又輸給沙城帝王 沙城帝王這邊還好 因為他們沒有損失過任何球員 所以我們要連續做兩單的交易 首先是Under the Combo 有報價 直接就有報價 18個報價 所以是第12個報價 第12個報價 各位觀眾 嘩 斯亞金單換字母哥 而且還要拿王家馬德里的手錄籤 是更加值錢的手錄籤 這樣看就不是 但是斯亞金單換字母哥 這個都很離譜 字母哥離隊之後 接到Luka 不過他很特別 他改成什麼位置 總評都很高 結果就完全無法匹配報價 其實你看到後面的球員 包括KD 立邦詹斯 居里 全部都有報價 看來Luka在這裡是比較特別的 我也用一個比較特別的處理方法 暫時我們手動降低Luka總評 降低3點應該是有報價 交易之後再幫Luka 降低總評 有了 有21個報價 OK 這樣就可以做事了 21個報價 所以的話 是第1個報價 喂 第1個報價 就是 大費城七六人這邊 用Tiree Max 加上一個手動簽 單換Luka 真是慘 好了 接著來準備無意最後一場比賽 之前說過 現在不能關閉街截止日 所以接著來 其實這隊王家馬德里 是輸多了三場球 輸了給灰熊 輸了給快艇 哎呀 這三單交易 我們留到下一個賽季開始的時候 立即再做 就是剛剛開季的時候 我們立即做三單交易 就是輸這三場球 Trey Young 拿了MVP 其他獎項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 現在這個陣容 75勝7負的戰績 沒有問題的 再差都好 這個賽季奪冠 應該是不成問題 應該不成問題的 兩個冠軍 搶7 打到搶7 和爵士打到搶7 爵士是沒有拿到任何明星球員 所以有時候在2K這個世界裡面 你都不要這麼肯定 雖然說這隊真的是宇宙隊 但是宇宙隊的班車都有例子 幫James Siker MVP 哎呀 By the way 閉城76人這邊 當然是拿了一個Luka 當然啦 整體的陣容 還是王家馬得你更加強的 但是第二場球輸了 Luka 44分的Triple Double 你放走了Luka 那確實比較麻煩 但是第一個總冠軍 有的 有有有有 肯定要拿一個冠軍 絕對沒問題的 喂 FMVP給了輸球那隊的Luka 因為他這個數據實在太爆炸了 好啦 所以第二個賽季準備開始了 當家球星變成SGA 但是一會兒要做三單加 我記得 跟第一個賽季的陣容對比已經是弱了 當然有年輕人的補充 Champ Grand Tireen Max的年紀比較年輕 來了 三單加役 上個賽季家業截 只有輸了三場球 我們現在補回三單加役 首先是SGA 喂 SGA只有兩個報價 哇 騎士這個報價 其實都OK 因為莫布利和加拿蘭年輕 扭了六波 Jalen Bronson 單換的 好啦 兩個報價 我個人就傾向第一個報價 所以 是第二個報價 各位觀眾 Jalen Bronson 單換SGA 首輪簽都沒有價值 因為我們是不選手的 至乎你輪到變態路 莫蘭特 四個報價 騎士又有 騎士很活躍 這次會不會是騎士呢 各位觀眾 不是 是第三個報價 第三個報價 是新鶴爾良堂 我這邊 Jaya Williamson 加上BI 咦 那幫James的年紀放在這裡 不過BI都沒有什麼潛力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總評就是86左右 就好了 又不可以說是賺了 這單交易 不可以說是賺了 好啦 那麼接著輪到Jayson Tatum 又是四個報價 又有哈利夫蘭騎士 這次會不會輪到哈利夫蘭騎士呢 直接生成NumberOK 真是輪到哈利夫蘭騎士 莫布利 加蘭 年輕 但是Jayson Tatum 和Tyreen Max 都年輕 所以這單交易 其實歸根究底 都是虧了 所以三單交易過後 這個才是第二個賽季開始的陣容 哈利夫蘭騎士 居里 JBKD AV手法 D-Book Villiamson Jayson Bronson Chill 麵攤老 提寶 這個賽季的冠軍 應該還是OK 但是可能三連冠都有點問水 因為我覺得 你看一下 一個賽季做七單交易 這個賽季如果輸球的場數再多一點的話 下個賽季就很牙煙了 想不到新賽季六場球已經頂不住了 輸了給波特蘭 又是托方 巨人殺手 波特蘭 Jerby Grant 29分 Anthony Simons 28分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強力的新隱瞞 所以 離隊的球員來了 哈利波特 有四個球 所以四個球 是第四個球 各位觀眾 第四個球 這個報價 喉斯頓火箭 用Sangu 單換 Sangu 加一個手錄籤 單換 唉 真是好蝕 好了 接著到11月30號 這個是第18場的比賽 那就輸了這個賽季第二場球 沒錯 大米還在弓六的一場球 斬低了38分 所以接下來 離隊的球員 是KD KD只有兩個報價 這個報價 不算超級善 真的不算超級善 還有速龍 巴尼斯 其實也不太好 所以兩個報價 我覺得還好 結果 真的是巴尼斯 因為巴尼斯 2K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說 真的好用 真的好用 會不會兵敗如山倒 又出現了連敗的情況 輸給弓六之後 輸給金塊 這隊金塊 真的靠梅利 斬低了42分 所以接下來離隊的球員 輪到Stefan Curvy 三個報價 塞德仁又有報價 還有熱火 還有三十成帝王 我們看看 三個報價 所以是第一個報價 居里加盟 波士頓塞德仁 OK 不過Sengu 其實也算年輕 換來 謝倫波朗 以及普辛基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賽季的冠軍 都很難保證 去到第23場的比賽 輸了第4場 輸給應該 對 就是做LM必須領的OKC 35分14個籃板 這樣打法 我覺得這隊 可能這個賽季的冠軍 都很難拿 因為我其實 留意到 例如說 Luca 上個賽季已經很厲害 我留意到 騎士這個陣容 其實是很兇 真的很兇 Jason Taylor Dolvin Mitchell Tiree Maxi Jerry Allen 不要理會這麼多 接下來了 離隊的球員 是D Book D Book有7個報價 我們來看看 我覺得這個賽季的冠軍 如果再這樣輸 就是第一個報價 第一個報價 是什麼呢? 馬米爾伯的Tiler Hero 加上Beth and Bio 去換D Book 加上施亞金 看來真的很敏水 先加了多少場球 加了三場球 又輸了 波士頓塞德仁 是不是居你 25分 簽了阿讚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操作 簽了阿讚 還有Sangu Sangu 8位 所以接下來了 離隊的球員 輪到安東尼 戴維斯 他有5個報價 我看到第一個報價 是老鷹這邊 有Trey Young 真的第一個報價 Trey Young的加盟 會不會改變王家馬德里的運氣 Trey Young加上The John Tay Murray 很有趣 有一點蝴蝶效應的感覺 之前是居你和Sangu 加盟賽頓 然後擊敗王家馬德里 今次就是Tiler Hero 加上安東尼大維斯 加盟老鷹 結果擊敗王家馬德里 已經是這個賽季的第六場輸球 可不可以奪冠 Jian Williamson 有7個報價 我們來看看 7個報價 所以是第三個報價 第三個報價 是不適合的 葉火斯 又回來了 兜兜轉轉 這單街 其實真的虧得很嚴重 不過 Harkis 很年輕 23歲 這隊球員真的沒有底線 巫師也能輸 有沒有搞錯 巫師這邊 這個不是Jimmy Butler Jerrick Butler Jordan Wu 14分 巫師這邊 都沒有什麼強力的新隱瞞 股師賣28分 這隊球員已經是面目全非 你看看 還有3個90加 你不計時器總評 還有3個90加 只要輪到Jimmy Butler 一個交易 那不用轉了 糟了 變態佬都交了 D'Aaron Vax 加上Kiger Murray 不過D'Aaron Vax 和Kiger Murray 當然年紀方面是年輕一點的 我都說了 打不過這隊 克里夫蘭騎士 所以連敗出現 這隊騎士真的猛 Tireen Maxx 34分 Mitchell Tayton Jerrick Allen 確實猛 所以 沒有了 這個賽季應該拿不到冠軍 Challongren Challongren 13個報價 13個報價就比較多 比較多就麻煩了 可能有些籌碼比較差的球隊都拿上來 B'Aaron Vax 第四個報價 喂 安東尼戴維斯 老鷹不走尋常路 當然是搭博丹路 但是 你也猜不到還可以換到總名比較高的球員 好 接著叫做稍微透順了一條戲 這裡是多少年勝 大概是八年勝左右 但是接下來 輸了給尤他爵士 尤他爵士 真的沒有什麼明星球員 馬卡琳 21分 所以安東尼戴維斯 又要離隊 八個報價都不少 看看怎樣 現在最怕就是 又是第四個報價 現在最怕就是總名比較低的球員 換過來 這個賽季就問水了 第四個 哇 麵炭佬又回來了 加上薩波尼斯 麵炭佬加薩波尼斯 去換安東尼戴維斯 加上施核金 差一點就捱到加熱截止日 但是2月5號都還要輸多一場球 輸給Jaren Jackson 我覺得加熱截止日應該是2月8號左右 所以接著離隊的球員是Jaren布朗 其實這個陣容只剩下1.90加 就是Jaren布朗 不過如果計算士氣 就是加熱Jaren布朗 Jaren布朗有19個報價 哇 19個報價 坦白說是漁龍混雜 可能80種名的 真的拌上來交易 11 第11個報價 怎樣 陳奕迅 加上Benedict Maverick 加上Benedict Maverick Benedict Maverick 其實這單交易又不是真的虧 Benedict Maverick還年輕 博丹林已經32歲 沒錯 原來2月6號已經是加熱截止日 所以接下來了 就算再輸球也好 我們都留到下個賽季再加力 所以第2個賽季最後的陣容是這樣 Diarren Fax The John T. Murray Mentano Scarly Barnes Benedict Maverick 是首發陣容 提寶有莫布利 Trayan Jalen 加蘭 和普申技師 大家覺得 拿不拿到冠軍 當然 你說計算球員的質量 肯定還是王家馬德里的水準最高 不過90加的數量大家看到 已經很少了 你看看目前的戰績 哈里夫蘭騎士42勝10虎 這對騎士 這對騎士真的厲害 我覺得王馬這個賽季未必奪冠 接下來了 就沒有這個常規賽結束的時候 加熱截止日之後 王馬輸多了7場比賽 65勝17虎 還是西部第一名 但是不是全聯盟第一名 不是 不如騎士 66勝 騎士 是全聯盟第一名 這條數大家都懂得計 不用想 下個賽季絕對沒得想 可能連季後賽都難入 想奪冠的話 就真的是這個賽季 這個賽季是最後的機會 我們看看王家馬德里打成怎樣 第一回合的對手是馬翅 馬翅沒有拿過任何球員 但是他們自己低調成長 1993總名 簽了一個Tobias Harris 應該過這一回合還是比較輕鬆 沒錯 3-0領先 接下來了 3-1 接下來了 4-1 下回合的對手就是沙城帝王 拿了不少球員 Jimmy Butler C阿金 加上安東尼 戴維斯 所以王家馬德里 這一回合會不會有阻滯 2-1領先 3-1 接下來了 還是可以晉級 接下來了 拖幫 巨人殺手 波達人拖幫 是沒有拿過任何球員 他們自己簽了卡比娜 就這個陣容 應該攔住王家馬德里 還是比較輕鬆 看一下 Final是打哪隊 2-2 不是吧 這隊波達人拖幫就有點搞笑 4-2 麵炭魯西決MVP 東決這邊 嘩 40.3分 SHA大令 紐約力博 殺入Final 好像就得 咦 不是嗎 經常都是這樣 我發現現在拿西決MVP 在2K裡面 很多球隊都不是贏球 是老鷹殺入Final 沒問題 老鷹就拿了Tiler Hero 加上Kiga Murray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發揮2K重2的特色 發揮不到的話 王家馬德里這個冠軍還是比較穩陣 陣容方面我覺得差他還是比較明顯 2-1 第四 來了 來了 2K重2開始了 Calvin Polar Jr 26分 還有Changren Sorry Changren打剃寶 Changren 有時 輪換 還有Changren 差點忘記了還有Changren 2-3 GAM5 Tray Young是我們的球員 露營這邊 Tiler Hero 34分 Changren 好像真的沒什麼上場時間 寧願上艾頓 艾頓28分 11個版 這場Game 6 SIM Case 最後4分12秒 哇 未必贏到 下場領先2分 加蘭 33分 Bam 12分 Jerner 10分 其他球員 10分 老英 Tiler Hero 24分 好了 進入現場 首先看到加蘭 借雙演戶 3分 手起都落 DNJ Hunter 跟艾頓 打個Pick and Roll 艾頓 好像很硬 雙手掛框 DNJ 入了一個中距離 跟著班尼斯 8球戰的位置 左手都拋入 跟著 Tiler Hero 無視班尼斯的防守 3分 有回應 面貪佬 DNJ Hunter 二次進攻 有籃板 再補班進去 又是Pick and Roll 的配合 繼續調給艾頓 第一下就不進 但是他有新高優勢 第二一下 抹乾淨自己的屁股 跟著艾頓 哇 在底的位置 踩界Long 2也有 難怪老英這邊用他 不用Chelmgren 每個頭和馬這邊 對John T. Murray Pierry的3分 這個球真是大心臟 拉開到5分的差距 好了 那老英這次進攻就很關鍵 艾頓走上來 設一個Pick 擋到防守球員 Pick and Roll D'Andre Ayton 繼續殺入禁區 入到場 真的當正 他是東加球星 很多進攻都是交給他 終結 結果第一個佛波炒了 這個佛波炒了 其實很麻煩 因為我都說過 2K經常都貼了2分 所以你說落後4分的話 是很麻煩的 所以老英這邊 首先淘汰一次 未夠淘汰 先早準備 但是這邊重新開球之後 老英沒有犯規 John T. Murray 中距離炒了 這個進攻其實有點急 給了老英這邊一次追賓的機會 要不要扔過3分 給到Calvin Pollard Junior 這次進攻浪了很多時間 繼續play and roll 沒錯 給到艾頓 對著加藍加藍都完全沒有下手的機會 追到2分的差距 現在就真的犯規戰術了 John T. Murray 想罰球先 面對救主 兩罰全中 4分的差距 我都說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其實2K 經常鐵血2分 Cabin Pollard Junior 3分 5入 那分水了 雖然說最後遲 Kegan Murray這邊 回到3分 但是已經不夠時間了 所以GAM6的比分 124比119 和馬贏球 要打GAM7 只說來GAM7 我們繼續sim case 我現在才看到 糟了 全聯網第一名的騎士 0比4 被老英淘汰 那這個就是2K 寵兒的威靈 已經是沒有了Trey Young Trey Young 已經在皇家 在我們的陣中 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寵兒的光環消失了 這場的GAM7 完全看不到這個寵兒的光環 輸了多少分 48分 面灘到23分 班尼斯20分 所以最後的FMVP 是給了Diaran Vax 長均10.4分 老老實實 就是這個冠軍 下個賽果絕對拿不到冠軍 當然我會自己做完所有交易 然後給大家看看陣容 接著來第三個賽果就開始了 我就默默地自己做交易 輸了18場球 再加上上個賽季佳節之後 那7場的輸球 我做了25場的交易 居然還有34勝18戶的戰爭 陣容就變成這樣 Avery Simons D'Andre Ayrton Marie Mon Devick Lairley Soulham Rober William Mitchell 羅賓信 D'Andre Russell Pietro William 還有邓哥 邓哥一直都是隱藏公與名的 Posinski Fuji Hachimura 還有這個假人 居然都還可以捱得住 還有34勝18戶的戰爭 不過奪冠就 奪冠應該沒什麼機會 所以在交易截止結束之後 王家馬德里輸多了11場比賽 在達利53勝29戶 還排到在西部的上半區 就這樣的陣容來計算 已經是出人意料了 要知道我們是從全聯盟 總評最高的15位球員 變成現在這個陣容 當然在2K後面 83以上就是巨頭 我數一下 1 2 3 4 8巨頭 8巨頭 衝擊總冠軍 第一回合的對手 看回OKC的陣容 其實就是Joel & Beat率領的球隊 Joel & Beat是我們第一個 離開王家馬德里的球員 直至無以本輪 所以王家馬德里 還有沒有機會 還有機會挑戰冠軍 火箭是1號種子 哈利波頓 Jerling Green Dillerboscher Barry SmithJr 還有陳奕迅 沒有了 那就應該沒有了 那應該沒有了 王家馬德里繼續進級 阿拉馬德里 那所以3號種子的 唐鵝 變態老馬蘭特 Huber Jones Trey Murphy 等一會兒 但這個陣容 唐鵝也不是很恐怖 八巨頭 王家馬德里 銀河之立 2比4 輸了 果然是變態老 35分 10.2個助攻 騎士 這邊是Jason Tatum 騎士的陣容 都說了 Tirene Messi 好像少了一個球員 是不是少了一個Donovan Mitchell 好像少了一個Mitchell Jason Tatum Jerling Allen Tirene Maxx的3巨頭 最後應該是 哈利波蘭騎士奪冠 4比0 Jason Tatum 是最後的FMVP 都算是這樣的 不過 上年 不是上年 一年半前做這個主題 是3年冠 那照計 我們有家夜節指日 應該這個陣容 下滑的程度是減慢了 但是呢 今次這條片 只能夠做到兩年冠 好了 那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一點讚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